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今次策略 今天是9月19日星期一 踏入9月份的第三星期 从9月份开始 大家都觉得今个月应该会比较多资多彩 市场波动 甚至大方向应该很早就会出现 但今个星期还未是很明确的方向 上星期放了一日价 但金市似乎未有明显的方向 上星期尤其是星期五 美国市场仍有市 美金突然出现了相当显著的上升 多人到此到金就跌下来 亦试到接近跌至1314 但仍然守在1300 但这里大家会知道 今个星期会进入 今个月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美国的议息会议 今个星期召开 到底是否真的会加息呢 另外日本又会不会突然之间加码 这些全部都对金应该会比较大 终合来说 想和大家说一件事 其实星期五美元上升 是否应该炒美国加息预期 如果真的美国会加息 金会否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下跌 整体上看金 由英国退欧之后 金基本上没有穿过1300 变成了上星期五 下跌至1300 算是这两三个月最低位置 也算是第三度试价 是否大家在星期一 今天立即作为买入的动作 或由今天开始 市场已经开始炒了加息预期 看酒店和大家拆解 看金的小时号 大家会见到 其实星期五再试回来 虽然说接近1300 但这个价价已是第二次试 大家知道 如果让我去到这位置 我一定会建议大家买 不过 如果你认为 如果美国真的会加息 金是否会跌穿这位置 而且如果美国加息 这次加息是加完之后 会否又要拖很久才加 而导致今次对美元或金的影响 只是短暂 而且要到星期四 应该建议有议息结果 究竟在这三天内 是否美元要开始上升 其实我觉得机会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看走势 我仍然坚持一距一 去到这位置 接近1304 买商底 因为无论美国是否真的会加息 但是否今天要炒 我觉得是有点怀疑 美金基本上还未完全转强 所以反而去到现在这价 我会建议大家试试买 反而看看今天会否能够突破 或者真的做商底反弹 反而再去部署今星期 究竟何时才正式产生美国加息预期 对金的直接影响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可以放心 短线看博反弹 但正式入市价 当然是确定将白湾公司的网谈上 今日的报道先到此